投降手中神聖三張選票 清明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 神藍色外套舉領帶 在走到李鴻軍陪同下 比預定時間提早現身淡水投開票所 精神看起來很不錯 昨天有算怎麼樣 不錯 昨天回去 尤其是女兒和兒子都給我很大的安慰 我票這次只是在淡水嗎 大家都曉得水是什麼 萬水 不只兒女加持 相較以往過去都去領口投票 宋楚瑜這次戶籍前到淡水 原來和已故妻子陳萬水名字 同樣一個水字別具意義 而帶著滿滿思念之情 投完票的宋楚瑜離去前 還特別和等在外頭的 一百歲老先生寒暄拜早年 一百歲啊 一百歲啊 我們全世界都羨慕 台灣人用新的投票 來表達人民的聲音 這是我們幾十年大家 共同奮鬥的成果 我們感覺到 作為一個台灣人的驕傲 除了宋楚瑜 副手余箱 一身橘色套裝 也趁著一大早 在發言人 余美人陪同之下 帶著86歲老母親 一起到仁愛國小投票 非常輕鬆愉快 開心很開心 謝謝這些好姐妹們 好夥伴們 非常的榮幸 台灣可以這個 有民主選舉的 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這也是我們的驕傲 無度角逐總統大選 宋楚瑜的終局之戰 結果最後倒數 就看民眾如何用手中選票 決定台灣未來 這有黃明君李逸璇 新北報導